手游酷玩 他一直玩不上,这个位置我们推奶烂,然后对面这个猫来抓我们,这不用晃直接上,哎呦,这个黑猫,这黑猫贼恶心人,他有一个技能是往前冲一下,就刚才他放那个,他可以把奶烂冲出来,就是从洞里直接整出来,这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设计的 然后黑猫的一技能呢,非常格露,他是七二爷手里的锣,不是锣,就是垃圾桶盖,因为在这个猫和老鼠里对黑猫一直是呆在垃圾桶里,他和杰瑞不一样,不是他和汤姆不一样 汤姆其实算是一个就是正统的家谋,对,汤姆算是一个正统的家谋,而汤姆的这些朋友们呢,这个都是这个生活在垃圾堆旁边,我也不知道为了啥,除了他那个大哥,汤姆不有一个大哥吗,那个,就是那些还剩下黑猪会的时候,他大哥就是有点像黑猪会似的这个,走到,这个举个大屁股,然后换一换,之前还有一堆明星模仿那个汤姆那些手里面吗,但我忘了都有谁,反正我记得是挺的男明星啊,这个应该都是,呃,当前这个年轻 女孩们的这个梦中情人啊,这个很正常,呃,之前也是啊,我我家里也是,我爸经常会给我落客啊,可能是因为这个看我成年了,这个是个男的,可能啊,我家也没啥人陪他落客,经常找我落客,我爸说你对于这个女生追性有什么看法,我说没啥看法,就跟男生喜欢玩游戏一样,这个女生你也不能不让他有什么兴趣爱好,所以说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,呃,在不盲目不非法的情况下,其实我个人认为,呃,很正常很正常, 就是像男生都喜欢玩游戏啊,之前不是,就是我知道很多我这个,大哥们都有女朋友,然后看到那个女朋友追性,其实很难受啊,那这个,我是这么认为的,呃,现在不说咱咱有多少,然后也不说,呃,我说咱咱没有贬低意思,就是喜欢动漫的人啊,这个,然后不爱出家门的这个,人啊,不是这个讽刺一位,呃,无论有多少,然后喜欢玩游戏的人有多少啊,呃, 喜欢玩游戏的人很有可能喜欢你这个某一个游戏里的这个女英雄啊,对吧,这就跟追性一样,说句暴停的就是,得不来,然后还舍不下啊,这个,这么说说,是不是有点这个伤人心啊,这位置我趁同伴把他打晕之后,我开始疯狂的推追奶酪,但是,哎,呃,但是有点难受,这个黑猫,他现在有点隔路,他已经认准了,因为我家那个队友在推那个奶酪,即使再刷一会儿奶,怕他把那个推进去之后再刷一会儿出来,这个奶酪也不会动啊,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明白我的意思,就即使我同伴再刷一个奶酪出来,这个奶酪还是不会动,他会一直在这儿,因为他最多还能再刷新一次奶酪,就完事了,所以说这黑猫就认准了,我们只要推不进这个,凑不起五个就打不快动,所以说现在形势,他认为可能形势对他比较有利,他一直守这个东西,大家可以看啊,奶酪在推完三个钟刷新之后,这个奶酪果然还在,这个奶酪好像,我个人觉得好,应该像是我队友开什么盒子开出来的,应该不是这个图上自己带的啊,要不然就是我们推进去一个这个, 盒子刷新出来的奶酪,这个位置有点难受啊,他一直卡在这个位置其实,就是有点,不太想让我们安心推哪道的节奏啊,这个有点闹醒,他就现在就是,也是,不是满血状,哎哎哎哎哎,这个位置,就是他一技能,拿两个垃圾桶那个盖儿,然后敲一下子,他抱我一走就回血,你这么耗我没什么太大意义啊兄弟,猫猫老鼠也是很多期了,然后我最近也是重新看了一下,然后回一下童年,然后猫猫老鼠确实巨型也挺好看的, 可以看他这个二技能,一个冲刺,直接把这个冲出来了,然后继续把奶酪捡起来,其实我这时候想走,但是我发现好像走的太掉了,然后这地方晃了一下,然后不能让他抓了我,因为我现在这个血,其实他抓了两下,我应该是直接被抓住了,所以说,哎,这个位置这个猫,他残血了,然后这个位置,其实我的对手赶紧来,因为我现在手里握着奶酪,我就是不想让他啥,不想让他再一次把这个奶酪吹出去,哎,这老哥挂挤了,哎, 没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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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天哪,完了,那这位置有点难受,但没有关键,我们继续把这个奶酪放进去,然后我这队友帮我退学生间,对,对,对,趁着猫手里先断着手里,他也啥都干不了,漂亮,那这个位置其实就是用我队友的这个,被抓的机会,然后直接把奶酪吹进去了,因为被抓的时候呢,是不能阻止我们的,然后这位置一个碗砸到他之后,我的队友跑掉了,这位置我打算跟他玩一下,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意愿,来, 小子,来,剑术大师杰瑞,今天来陪你过一过招,嗯,啊,这个不好意思,兄弟,你这个长得比较爽,我服了,这位置我继续跟他晃,我看看他还能不能跟我继续玩一下,来来来来,哎,没咋找吧,难受吧,啊,送你一花瓶,完了,没咋找,啊,这位置,我的天哪,兄弟,哥哥哥哥,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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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完了,这位置已经连中两下了,然后有点尴尬,这位置拿花瓶砸他一下,给他砸到旋律状态之后,先一技能补血,然后赶紧往管道跑,这位置,其实管道� 中间我们应该是,差不多啊,应该是配合我的队友应该能把那个东西推进去,不是吧,能把那个墙打开,这地方继续往前跳,哎,怎么说呢,个人不太喜欢玩老鼠的原因,是因为有的时候队友不配合,啊,这个是我说实话,我不是说这个,呃,就是自己说自己玩的好,然后队友,确实我被队友救过很多回,就是我遇到过好几次,我的队友都非常忙,但是有的时候这个队友,就碰到队友,你确实是难受,真是没有办法,那这地方这个乔农云凯了,看看我家是怎么分配的,我家现在只要进去一个,我就进去, 然后看看,哎,果然我的队友进去之后,让我军往前走,让我直接进去了,哎,兄弟,这个可能客厅这个房间啊,你真是不如汤姆,你可能不太熟悉,这个有点难受,那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猫和老鼠,感谢你的本期观看,让我们下期再见